今年是金融先生誕晨100周年紀念 網路上又有人開始討論金融小說 最近有人說起吳啟華做張無忌版本的《以天屠龍記》 究竟好不好看? 有人說吳啟華雖然年紀大了 不過演技好,所以瑕筆掩餘 我只是說不敢苟同 她就回應了一些很粗俗的說話給我 雖然不至於粗口 不過她是女人來的都這麼說 就嚇了我一跳 洗手間裡的髒東西全部出齊 女人之家說話不用那麼髒 說到吳啟華演的張無忌 其實當年吳啟華已經37歲了 還要演張無忌,又少年演起 而且她不是那種年紀大 但仍然年輕的人 一看就知道她是什麼年紀了 所以要她再演少年郎 辛苦她之餘 那些觀眾都很辛苦 吳啟華不適宜拍古裝 找她做張無忌 跟古天樂版本的神雕合類裡 找找陳啟泰做韻志平一樣 陳啟泰當年說 她一化起妝入廠 所有看到她的人都會忍不住笑 她都當這是黑歷史 她說自己出鏡也是適宜穿西裝 她的眼鏡比較多 吳啟華也是一樣 你叫她穿古裝 其實這個決定是錯的 那個版本的二天屠龍記 更加錯的就是對白 張無忌見到白眉英王 竟然叫貢公 無論是鄭少秋演也好 梁朝偉演也好 當年對著白眉英王 都是叫外公的 為什麼叫貢公 貢公是弟弟哥的叫法 貢公我不肯 她欺負我 貢公我要吃糖 那就叫貢公 大人大姐 她的樣子已經很老跡 還要喊貢公是我 真是令人打爛震 江恩燕做紫衫龍王 後來她在電台訪問說 她沒有看過原著 但拍攝的時候 又覺得辛苦 武術指導 量些招式給她 量十招她打不成 只剩下四招 總之大吐苦水 原著也不看 她在那兒慎什麼 就算她不看書 都找你的版本看看 看看紫衫龍王是怎樣的 角色是怎樣都不知道 不知道頭不知道路就摺 然後就辛苦 什麼道理 她說監製當年跟她說 她的妹妹江熙文做小超 所以就找她做代議師 監製找兩姐妹做兩母女 要觀眾看著妹妹抱著姐姐大喊娘 監製想怎樣 江恩燕在訪問說 聽到監製這樣說 覺得任務來 既然她說是任務 但她又不看原著又不成 那是否就是 完成任務完成不好呢 喜歡這個版本的人 喜歡這個版本的人 大多數都會喜歡 黎芝做的趙敏 有些人就說 其實吳啟華也有演技 年紀大些 觀眾就張咒一下 找個年紀大 但演得好的人去做 那其他個案 如果找回白彪做郭靖 她在街市演過 沒有人說演得不好 然後要朱欣做黃蓉 那又會怎樣呢 又或者找回米雪做黃蓉 叫張志琳做郭靖 那又會怎樣呢 大家想想 不用太在意演員的年齡 除非是做大戲 年紀很大 都還可以做男女主角 不過就要看看 能否保持得好 如果年紀成幾十歲 六七十歲 但化妝 扮相依然偏偏美少年 或者是古裝美女 有聲有成 不妨再做 講起舞台上的演員的年齡 有人就在這裏 彈生姐 配身花彈 說覺得 打冷鎮 做戲而已 又不是理真的 有什麼打冷鎮 在台下 嘟牆的嘴子 扮咳咳才打冷鎮 生姐不會的 有人會 軟德昌 也試過在舞台上 做他爸爸 軟紹輝的外父 演商才拜月亭 但觀眾有沒有投訴 沒有 化妝也不覺得他們是兩父子 沒什麼所謂 那有沒有樂劇演員 抗拒跟自己 年齡有差距 小過自己的人合作 都不算是抗拒 少少 曾經有人提議 汪亞姐和梁紹明拍檔 她說不要 年紀相差太大 就算要做 都不可以演感情戲 所以最後 他們演了 慈禧和光緒的故事 做了兩母子 沒有做情侶 雖然汪亞姐演過真妃 雖然汪亞姐演過真妃 你也有時之間 有時之間 故事 我會想說